什么情况哥们 你说你要有什么手机 我刚见了女朋友2000多 听说16不值钱了 想要台未激活的 你还未激活的 那不给你换点零件又不错了 你这借少了呀 预算不够的 你帮忙忙忙哥 我这刚出来还没工作呢 看你靠谱才来找你呢 行吧 那我先帮你找找看吧 你这有2000多的16 未激活的 风雪翻的皮是吧 来来来 给我看看来 我就猜到了 一定是给我拿一个最便宜的颜色 现在16系列配色之间差价比较大 卡扫这里是有瑕疵的 你这怎么激 你不未激活吗 怎么激活了呀 这 我就拿来测人家激 玩新眼吧 便宜那么多钱 有面容吗 一定有啊 但是你这个屏幕的色温感觉不太像 别动 有问题 听头网变色了 你这个黑球球的 两边很干净 你这个机器一定他妈的拆过 老老实实说吧 机器怎么来的 你给我说 回收的嘛 扯什么猫逼呢 你苹果16回收啊 16系列自从发布一直是在暴跌的 你除了首发第一天那个货也敢回收的 后边一直叫你他们敢收 谁敢收呀 那我收的就够首发那一台呀 首发价格5000多 你就算得个冤种 我现在压人2000块钱他给你了 压2000也得3000多 你傻不傻呀 前摄有灰 斜着往上看 哎 看这个底了吗 行了 你也装不下去了 赶紧呢 得换个屏嘛 换屏啦 我说他妈这个屏怎么看着蓝光色温都不一样呢 你这是FOG屏 对啊 卧槽 速度真快啊 16系列都已经有FOG屏了 一台手机好好的 为啥要换屏修呢 我都不用再多说了 绝对修过的 你这样里留着坑小白得了 拿走快点 喂老铁啊 听见吗 听着懂啊 我不是说你 你2000多块钱你指望淘一台苹果16 那全部罐罐列走 刚给你看了一个 换屏 然后里边机器也修过的 想都不用想 你2000多买个这样的手机 你早晚这2000多还是榨手里 你还不如不买 我说实话 那咋办哥 咋办 加点呗 你再找女朋友接点这么想啊 16出来到现在一直降 你按我的标准 我给你拿台好的 未及活的 其实现在最新的行情也加不了太多 我这没帮你看看 价不得了吗 那钱给我欠你的 必须谢谢你 嗯 行 不 另外我问你啊兄弟 你这怎么回事呢 刚出来啊 啥意思啊 哎 我刚从学校出来 不上了 找工作呢 他妈从学校刚出来 我还以为 这是吃上软饭了 没事 行 我要给你拿机器啊 过了 那个不要了 正常给我拿啊 我标准拿 最便宜那个颜色 还是那个颜色 16 128 电池100 充电零次 咱看这个屏幕啊 水珠 完全没毛病的 非常干净 能瞎吃 我激活了啊 你确定拿过啊 我不确定拿 你不让我激活 卧槽 你还挑上我这个礼了啊 我就激活了 我不要能不能激啊 能能能能能能 便宜不 便宜50行吗 你看我今天怎么玩你的 因为16系列有了拍照辅助按键 按一下 哎 可以测相机了 干净没有水印 大小用 聚焦也有啊 面容 OK 这也是没问题的 买它的人都是奔着颜值买的 KC也多 然后这一次它这个树也是设计 你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苹果 颜值方面设计就是好看 讲究现在别的老板 听我拿个骚粉就行 不在乎那两三百块钱的 随便选 你啥意思 我意思我现在得把价值给你说清楚 50真的是最多了 50拿不了 我说个数吧 你也不用给我装 16这人是天天掉 这个价格我给你 你能赔钱我吃屎 这么一账 你拿你拿 下去给兄弟安排个六眼套 谢谢你帮我省的成本 嘿嘿 还那句话兄弟们 想在华尔北超好货 记得关注总总 散会